12月4日,2019年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在香港举行。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出席座谈会,并在致辞中强调, 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要求, 是香港繁荣稳定、市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 王志明表示,过去五个多月,太平山下不太平, 香港似乎不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香港。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举办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 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率, 是一国两制实践和特别行政区及其制度的根和源。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限制, 更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制。 王志明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香港持续发生激进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践踏法制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和市民安宁生活,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其实制就是几图挑战和撼动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限制秩序。 我们坚信广大香港同胞一定会围绕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这个香港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人物,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实证,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之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尽快把香港从暴力沉沦的危险边缘拉回正轨, 让香港社会早日恢复安定的秩序。 王志明希望香港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宪法和基本法, 更加深刻理解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定位和作用, 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生理想融入香港一国两制事业中, 融入和中共计建设香港美好家园中, 与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